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Holiday Plaza的Bakshen 因为听说Bakshen要关的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是星山第一间购物走行 岁数跟我一样大 所以来拍一个记录 怀念一下 走咯 因为今天是平日 所以人潮没有周末来得多 不过前面看到那个箭筒子的地方就是Bakshen的入口 队伍还是有点长 拍了快半个小时才进来 不过听说周末的时候 拍了快一个多小时 所以算快的了 我们先去楼上逛旗 这边就是以前卖向水的地方 不过向水的部分已经清了七七八八了 今天人潮还蛮多的 应该都是趁着他要关之前 大家来冲一波 来纪念一下吧 我想 先到楼上去看看 这边是男装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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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最上层 这边是最上层 卖童装的 还有卖一些家电 有一些文具 小时候最喜欢来这边混 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玩具 钢弹啊 然后 乐高啊 什么之类的 这里都很多 不过 这里就快关了 以后就没有路 好 这一区以前是卖小孩子的玩具啊 文具之类的 不过早就 撤掉了 现在只是卖点器 跟一些家庭用品而已 这边就是卖 餐具用品 大家都来扫床单 我们回到二楼 这边是卖香水的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香水了 现在主要大家都还是能买床单啊 床套枕头套之类的 这边还有一些 女生的包包 还有些化妆品 这下都没有咯 现在我们在一楼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这边应该是超市之类的吧 可是已经很久没有了 现在这边主要还是一些首领 女士的衣服啦 一些男装 雖然今天是平日 但是我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来的 人潮还是不少 所以大家要来还是要有点心理准备 记得戴口罩 做好安全距离 东西买完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买的 只是买了 几件衣服 高妈买了一个包 基本上东西没有比较便宜 所以 汉有需求才来 没有 不需要特别来买 好咯 就这样当做一个记录 从小到大都一直来买东西的一个商城 这边补充一下喔 HOLIDAY BLOZZA还是会继续营业 然后只有BOXEN的部分会关掉而已 所以大家要买手机周边啊 来这边做传统按摩才可以来 就这样 拜拜